好 来看看今天我了啊 给大伙带来这个三国战绩二代的106版本 也是正版正版正正版当中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讲啊 是来自于咱们这个宝岛台湾啊 也是来自于我们宝岛台湾的这个玩家啊 提供素材啊 非常喜欢我篮啊 说我篮你看你能不能帮我解说一下啊 那这个视频呢 它的玩法呢 是比较常规的啊 因为正常咱们很多这个咱们很多高手的这个视频都解说过 而关羽呢 解说虽然说有很多啊 但是相对于其他角色啊 比如说张飞啊 赵云啊 诸葛呀 这些还是比较少的 而关羽呢 其实啊 咱们看啊 关羽咱们打权威难度 然后走这个男一灵路线 他可以把全武器啊 全都搜集 然后呢 一命八个降降 这个视频呢 要全武器搜集啊 大家会都能了解啊 其实也没什么武器啊 你想青龙眼月 对吧 然后那个 然后就是方天化戟 如果是白兔密室的话 方天化戟是最多可以提供三个方天化戟的 这个三个方天化戟是什么呢 就是传说中的啊 就是传说中的这个 关羽 赵云和张飞一人一把 为了 你可以选这三个人物嘛 就是如果三个人同时玩只有一把 岂不是分配的不是特别均匀啊 所以说这就没办法 这个呢 是咱们正在直播的时候 给他拉会做的啊 来自于咱们这个 对吧 这个宝岛台湾的高手呢 也是数次啊 在说啊 全人物的一命啊 或者是全武器什么的也出来了 包括这个八强药 其实呢 常规的版本啊 很多人看的呢 可能就已经倦怠了 但是呢 有一些新手 或者说有一些 对这个游戏不是特别了解 尤其是小的时候游戏厅 对吧 你在游戏厅里面发现 哎 这个三国战机跟我玩的三国战机怎么不一样啊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啊 你看这个关羽 跟那个一代的关羽 长得也挺挺像的 但明显不是一个游戏 而且呢 怎么玩不知道 什么放屁杀还得用看宝 然后升级还得什么怎么升 对吧 各种这个密室那个武器怎么用 其实相反呢 对于三国战机二代和三国战机二批 也就是那个群雄争霸 这两个版本呢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 其实这个 群雄争霸还是简单一点 群雄争霸简单在哪呢 群雄争霸就是因为他就是 比如说你练必杀就是练必杀 你可以选择什么 后前跳啊 下上跳啊 上下跳啊 下前跳啊 等等 或者是后下前跳啊 这种这种这种招式 然后练必杀 而且武器呢 每个人专属的武器呢 都多了许多啊 你像这个版本咱们诸葛亮啊 你只有说一个火扇和一个冰扇 但是呢 你在群雄争霸版本呢 不仅有火扇冰扇 对吧 就是五火神焰扇和这个 对吧 这个冰扇 然后还有呢 就是赤锋剑 电剑 赤锋剑就是电剑 还有一个呢 就是传唇中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乌宇 但是那个武器用处不大 这里面很多人说上来他为什么要 AB 他这手AB呢 就是一定要半管鞋以下 才能把这个夏侯敦呢 骗到不忘坡里面来 而这个三国战机二代呢 这个二代的plus版本 他只需要 对吧 他只需要你把这个 对吧 你就拖住时间 等到天一亮 你就可以把他勾引过来了 就无论你是多少血都可以的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劝其归降 这里面跟大家讲啊 因为他是全降降 全降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就是把所有能招降的武将 当然是这个路线啊 所有能招降的武将全招降了 你如果说别的武将 你说你比如说你像甘宁 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像什么 你说你像甘宁是可以招降的 对吧 然后再就是周泰 你像他如果路线不一样啊 也就是那么回事啊 寻凶争霸的话 我个人感觉啊 兄弟们我们待会儿讲一下 这个路子是这样的啊 就比如说三国战绩 三国战绩一代 119 是要比风云再起上手 要简单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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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再起上手太难了 真的风云再起上手太难了 对于新手来说特别的难 但是呢 玩着玩着越玩 你会发现三国战绩119 他技术啊 就是在操作方面上 119其实简单 但是越玩就往后 他的思路和他的反应 这些比那个 比那个风云再起越玩越难 这个三国战绩二代也是 三国战绩二代呢 是对吧 寻凶生骂 上手比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版本 要简单的多 但是玩到后面就特别难了 但我不知道大会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真的是这样的啊 好 进屋 然后出来就拿走了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减保方式啊 除了关羽之外 没有任何人有这个功能 就是说 里面有一把青龙掩月刀 然后呢 你进屋之后呢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刀拿出来 你看 而且相当已经减完了 然后把那个大砍刀扔掉就可以 这是只有关羽才能这么做啊 对 三国战绩二代入手难 但是越往后玩 它越简单 而三国战绩群凶骂呢 是入门简单 越往后玩 它越难 是这么个路子啊 当然呢 都难 只不过我只是相说前期和后期 就跟咱们玩游戏 对吧 有的是前期英雄 有的是后期英雄 一个意思啊 然后呢 包括咱们就 我老拿什么东西举例呢 就比如说像 像这个 比如说古典吉他和这个 和这个钢琴 或者电子鞋 这个东西呢 在乐器里面都上手比较简单 但是越往后越难 而像管弦乐呢 就是上手特别特别难 越往后呢 反而就简单了 这里面武器的话呢 咱们有这个青龙演乐刀 还有方天画戟 还有方天画戟 然后二代的话呢 是有青龙演乐刀 有方天画戟 有真方天画戟 就是二代plus啊 寻寻寻霸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叫凤翔猎羊刀 凤翔猎羊刀啊 这个我们俗称外号火刀啊 反正用火刀 肯定是不用拿真方天 真方天虽然说也是火属性啊 但是它攻击加成不高 然后呢 关羽专属 还是这个凤翔猎羊刀好一点 然后方天画戟呢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 方天画戟是比真方天画戟要好 这个真呢 并不是像咱们大伙 想象中那个真假的那个真 不是说有一个真的 就有两个假的 这个真的只不过是它的一个 对吧 类似于像那个 称呼的这么一个前缀 称呼的这么一个前缀 这个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然后你比如说你像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称呼的前缀的话 比如可以又叫神 你可以叫什么神 青龙眼月刀 或者说是魔 青龙眼月刀 一个意思啊 不是不是真假的意思 都是用方天画戟攻击加成高 然后呢 没有属性 但是不要紧啊 谁要的 那属性没有意义啊 他不像你说三国战机一一代 对啊 当然那属性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了 有的boss也是怕火 有的boss怕冰 有的boss怕冰火 缩了果 对吧 有的boss呢 怕电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 区分公母 你说那都是八九三 芭蕉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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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紫金葫芦 那玩意义 就是在那个 宋空的嘴里面说的是有公母了 走吧 好 1234 对 有的boss什么都不怕 就怕攻击 有的boss怕张疗啊 你看 你比如说你边三国战机一代 那个东吴的所有的boss都怕张疗 有张疗 对东吴的boss伤害是有加强 这个就离谱啊 这非常符合这个三国演义的小说和史实 但是 有点太过分了啊 对吧 你克制孙权就算了 你对吧 你克制孙权就算了啊 其他人你也克制啊 太狠了 好 而且我感觉 就玩玩这个三国战机二原版 无论是100 103还是106 啊 就跟那个三国战机二的寻寻中骂 寻寻中骂呢 是有204和205两个版本 204呢 是可以无限复制 也是明确 呃 大家伙都愿意用的改版 那就是正版 都是用204去改 那就是所谓的可复制版本 而205版本呢 虽然说复制不了 但是呢 他那个四大神器的 那个无限时间的 这个bug还是停在的 所以说这个路子 哎 看一下包子都不吃啊 包子都不吃也是也是狠啊 二代呢 我跟你们讲啊 二代原版 他是不缺补血的 就是你的补血特别的多 而这个二代的这个 寻寻中骂 就是补血特别少 就是你们玩去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 类似于像咱们看那个 西游射传 西游射传的 这个一代的原版 不是super啊 比如说一代原版 他这个原版的小兵呢 是这把要打四下才能打死 大家可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而这个如果说是二代的 如果是一代的这个super版呢 他用两下就可以把小兵打死 但是呢 这两下打死的小兵 反而还挺难 他的智商特别特别高 就说这个意思 就里面 好 狂龙出海 好 来看看这些Lose 捡起来啊 你看这个 这个补血补的也多啊 确实爽 这里面张关羽 有回风扫夜的一击必杀 还有像刚才那种 什么狂龙出海 还能召唤那个玄武的冲 对吧 冲火车 冲击的火车 各种的招式都有啊 好 直接一手长板坡 这个应该叫 这个应该叫 邪民渡将 应该叫邪民渡将 然后呢 邪民渡将当中的长板坡 确实有啊 如果按照这个三国演义原版记载呢 邪民渡将是这样的啊 三国演义原版记载 邪民渡将 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是吧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关羽 是前往江夏 啊 关羽和这个诸葛 应该说是前往江夏搬救兵 然后诸葛亮呢 又去蛇战群儒 对吧 关羽没有在长板坡出现啊 长板坡呢 只有这个张飞 还有赵云 那张飞和赵云 在长板坡确实屌的要死 反正你看刘关张照啊 刘关张照这几个人 在长板坡 对吧 因为关羽的亮点实在太多了 无论是温九斩华雄 对吧 炎梁文宠 还是对吧 过五关斩六将 还是这个对吧 这个威震华下水淹七军 还是单刀附会 还是刮骨疗毒 对吧 还是这个怎么样啊 反正关羽的亮点 非常非常的多 对吧 那你就要给其他人亮点了 你比如说张飞 张飞的亮点是谁啊 张飞的亮点 你看 首先 张飞大战旅步 然后三营战旅步 对吧 是张飞先上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张飞丢徐州了 输了咱就不多说了啊 张飞的亮点是什么呢 咱捋一下 你看 他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 好 一会儿别给那刘奇打死了 卧槽 你给刘奇打死了 太灯了 然后呢 张飞呢 是 就是天使融资 外加二次融资全张飞 那都是给刘备 这个 这个 有钱啊 张飞啊 确实屌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张飞呢 再就是 呃 这个叫什么啊 就无论 就当然一起干的事 就不说了啊 像什么 火烧伯旺 火烧星野呀 水烟白河呀 这都是一起干的啊 那你就不说了 主要呢 你向张飞入川 对吧 张飞入川 立的是头功 卧槽 这个雷居然炸不着 呀 入川头功 然后呢 征讨汉中的时候呢 又大战 大战这个张和 而夺了这个 夺了这个 南正 夺了南正 对吧 所以说这个张飞 也是战绩非常好 然后呢 长满坡 对吧 在桥上 对吧 用技 长满坡用技 对不对 把曹操给吓好了 也确实是狠啊 赵云就不多说了啊 赵云 赵 最狠的是赵云把裴元绍给上了啊 裴元绍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 就是那个关羽的人行刀架 这个周仓 周仓呢 当这个山贼 然后呢 对吧 周仓是大当家的 二当家的是裴元绍 就裴元绍的被赵云给整死了啊 然后呢 结果发 结果找这个刘备和关羽来报仇 结果发现 这是赵云啊 结果发现是赵云 我尼玛是罪了啊 兄弟们 好 张飞除了大战张河 把张河打成 对吧 对吧 把张河打懵了 黄中也大战张河 也把张河打懵了 然后呢 张飞还大战徐楚两次 把徐楚给打懵了 总体来讲 这个张飞反正是 也是亮点蛮多 赵云的话 无论是长满坡还是 就赵云最帅的时候 还是赵云马上就快七十了 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对吧 作为先锋 上战场 大战 大战 韩德 父子 是吧 拿了个五杀 这个 韩德 长子 韩英 什么什么什么的 韩琪什么的 上来跟赵云打 被赵云连杀三个 然后还升琴一个 最后又把韩德给杀了 对吧 一家五口死得 整整齐齐的 韩德父子 确实太惨了 好 这边 哎 你看 我感觉就这个车 弄来清兵 是真的过瘾 确实是屌 而这个赵云的话呢 除了长满坡 这家北伐 咱们看那个 破这个八门金锁镇 也是这个 徐树 叫到这个张河去的 好 诸葛连弩 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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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坊 哎呀 狂龙出海 哎呦 这打一套 挺疼啊 兄弟们 那个鳄斗啊 在这个版本当中 吃完之后 就跟吃了 那个绿色如意似的 可以这个 可以瞬间 对吧 提高咱们的经验 呃 跟大家说讲一下 这里面是有这么一个设定的啊 呃 咱们是 咱们是进白兔密室的话 如果是进白兔密室 是需要等级达到20多级来着 我忘了 反正一定要达到20多级才可以进 张飞对 张飞还大战马超 啊 加盟官大战马超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好 这里招强张河 我们看一下啊 萨侯敦 为家这个 张河 其实个人感觉 曹仁也是啊 然后你往后的话 牛津 嗯 许楚 许晃 成玉 啊 再就是说 你像这曹操 这都可以啊 对不对 录一个三国的评书 我跟你们讲啊 如果你们看三国图一乐 对吧 看三国就白瞎了 啊 三国呢 大家伙肯定会说 小狼 如果我要是现在喜欢三国 我应该是先读正史的三国志 啊 或者是像那些什么 卫略 卫传 后汉书 资日公剑 什么世书 看哪个 我们看哪个好 是这种小故事的好 还是说那个 就是三国演义的这个名著 好 我跟大家说啊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它里面不一样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多 它除了大体的故事啊 故事现实一样的之外 有很多故事都是罗冠中自己编的啊 但是我想告诉你 名著就是名著 你看三国志 你只能熟读这段历史 你只能把这段历史学得很明白 但是读三国演义 是读懂了 罗冠中想表述 通过这段历史给你表述 这个人的一生 所以说你 你问我先看什么 我告诉你 先看演义 再看三国志 作为二十四史当中 一个正史 然后再看一些其他的 杂七杂八的 无论是什么反三国演义 那种原创小说 或者说是 对吧 还有一些编角料的记载 各种正牌朝代所记载的这个 对吧 人物人物志 或者说是有一些 对吧 这个有一些有文化的人的点评啊 就这都是往后看 先看这个演义 先把这个东西整明白了 三国演义是什么 三国演义并不知道你三国演义是 对吧 是三国时代的故事 我写的大曲上就是这么个路子 对吧 他改编的很多 但是呢 三国演义主要演的是义 对吧 就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义字怎么写啊 也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德字怎么写 就是三国演义 一定要把这个义这个字啊 给整个看明白 如果你读懂了三国 就学会了如何做人 真的啊 你这个 你会 你会看清楚啊 所有的啊 所有的人 他的结局 跟他的性格 都是深度捆绑的 所有的人的结局 跟他的性格 都是深度捆绑的 首先 我们从头捋 咱们先不从头捋 咱们先说从眼前的捋 比如从关羽 虽然说关羽现在戴的是绿色的帽子啊 但当年的是没有绿帽子这个梗了 呃 官二爷 官二爷 官二爷不一样 呃 官二爷是这样的 大家会这么一讲就明白了 官二爷呢 他的性格是比较傲 官二爷是傲 他不是狂 他是傲 但是呢 傲跟狂很多人分不清 但是呢 都不是什么好词 兄弟们啊 但是二爷除了有资本傲之外 人有能力之外 人也确实啊 值得尊敬 但是呢 他死了 就死在这个傲这个上 对啊 他傲上不辱下 不辱下 没有问题 可是他傲上呢 这个事儿 而且呢 还深度的这个自傲嘛 以导致有人 对吧 他这个官宇这个人吃软不吃硬 你跟他来硬的 没有用 你给他来软的 这个是软刀子 对吧 无论是像曹操华荣道 这个求情 还是说像陆迅当 对吧 当初陆迅 对吧 说说 说二爷 你就捧 对吧 二爷 你就跟前面曹人干 对吧 有你在 我们这个 对吧 京湘和江东之地 就会安枕无忧 你跟他干 我在后边 你放心啊 结果呢 吕蒙白衣渡江 陆迅呢 这个对吧 使了一个计则 导致呢 这个关宇呢 最终呢 败走卖城 什么富士仁弥方 对吧 这个刘峰和孟达 全部搞事项啊 结果导致于关宇兵败啊 最终被寝 宁死不祥 宁死不祥 所以说 关宇也是输在 这个傲字身上了 兄弟们 然后再有一个事呢 比如说 咱们从头里 啊 在从头里 陶渊三结义 第一章 刘备 他死在什么上了 刘备 他是 对吧 他是这个 为贤 为德 啊 他是 对吧 他虽然很多人说 刘备不行 刘备这个人虚伪 这个当领导人哪 哪个不虚伪 而且在这个乱世纪上 刘备不骗人 他自己都得活 他自己都死不了 但是刘备什么时候骗过关张 刘备什么时候骗过关张 刘备什么时候对吧 都没有对这两个兄弟使过坏心眼子吧 啊 对吧 而且刘备呢 这个 也是说爱民如子 人家说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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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野这个地方 刘备到了新野之后啊 刘备自到死 民风族 对吧 而且刘备可以带着老百姓走 第一呢是害怕曹操屠城 第二呢 跟着刘备走 觉得刘备是一个 对吧 值得托付的人 后来刘备也拿到了荆州 这个应该说民心比较好 做什么事都是没与操反 对吧 曹操这么做 他就那么做 他就要跟曹操对着干 他就厉害 那刘备是怎么死的呢 刘备死在兄弟义气上了 这是不是值得宣扬的 兄弟们 个人感觉 法治社会啊 咱们要相信法律 咱们要相信正义 要相信对吧 但是呢 在那个年代 刘备没有办法 刘备深深知道自己的大义 是角厨 角厨曹批秘贼 自己都已经登基当皇帝了 咱们不说了啊 虽然说这个事呢 多多少少也是有点黑点啊 你毕竟对吧 汉县帝你说被杀了 但是根据证实呢 就没被杀 但是演绎当中呢 刘备是这么说的 说汉县帝中途 被封为山阳宫之后 就在路中 在途中就被杀了 所以说啊 曹批残杀这个县帝 对吧 没有后四 对吧 我作为亲定皇叔 其实也算是法定继承人 兄弟们啊 其实算是法定继承人的 所以说刘备 为了替关羽报仇 那刘备呢 差一点啊 都被这个诸葛亮和赵云说动了 差一点点就说动了 结果呢 张飞一来 张飞一来 那跟刘备先怎么说 说刘备 哇 说大哥 啊 不 他这么说的 说陛下 你看人张飞啊 说句实话 张飞这个人 名人不做二事 张飞说啥 张飞说陛下 啊 对吧 对吧 你是不是忘了 桃源三军亿 啊 二哥 被东吴偷袭 对吧 不想武德 你为什么不去帮他报仇 这刘备本身都已经被诸葛亮啊 被这个对吧 被这个 赵云都说动了 后来呢 刘备一咬牙一过脚 干他妈的 三定 干他妈的 对 张飞就不说陛下了 张飞明明都当皇帝了嘛 张飞就不叫陛下了 张飞叫什么 张飞叫大哥 哎 你对吧 你不替二哥报仇 你他妈还是大哥吗 这刘备最后呢 当然啊 咱们不说这个因为战术问题 或者因为什么问题 刘备呢 最终的是没有打败这个东吴 最终呢 是病逝白地成 这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但是我们要 说刘备死在了 讲义器身上 他并不是打不过东吴的事情 其实即便他打得过东吴 待会都知道啊 你像当年刘夜 是曹操的顶尖 后期顶尖模式 刘夜呢 就给这个曹丕 出这个出谋划策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他说现在呢 蜀国攻吴 这是咱们一起跟蜀 对吧 蜀对吧 蜀国这个 这个势力攻吴的好机会 对吧 如果东吴没了 趁乱 对吧 东吴一没 唇王齿寒 蜀国也坚持不下去 他战线拉得太长 咱们顺势把蜀国一打 你懂吧 从合肥这边一出兵 对吧 把东吴一搞定 这样的话呢 最强的势力就是我们 而且咱们没有 负贝受敌的这个路子 你像 你像当时的蜀国 无论是南蛮 还是西枪 都没有完全平定 刘夜这个方针是对的 但是曹丕呢 就有点飘了 曹丕刚刚的这个 这个立足 他还觉得自己不够稳 当然你也不能厌他 因为他刚刚的篡汉嘛 对吧 民心未稳 不想发规 发布大规模的战争 同时呢 这个曹丕呢 还被这个大魏吴王骗了 孙权明明显 就是还怕刘备去打他 所以说他只能投降 这个 这个魏国 当然呢 是假意投降 这个曹丕信了 曹丕这个 还是太年轻 还是太年轻 然后曹丕就信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当然 我就说 就算刘备赢了 我觉得 以曹丕的智商 以曹丕这个人的智慧 那基本上啊 最终的结局 刘备和孙权都要本拼 当然咱们没有假设的意思 好了 这是补给兵啊 三个补 然后呢 咱们再看第三个人 张飞 没什么好说的 作为 作为这个 蜀国的 这个五虎大将 最有 最有名的辅将 也是国上爷 那两个 两个女儿 都是皇后啊 都是刘善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皇后 一个死了之后 另外一个妹妹 又当皇后了 而且呢 这个张飞呢 也是服较啊 无论是攻城掠地 对吧 还是说 用点小计谋 对吧 张飞 人送贷号 小猪子了嘛 这张飞 都很厉害 但是 张飞 关羽是傲上 而不辱下 张飞是敬重 这个 有能力的人士 当然 什么叫 有能力的人士 第一 你有能力 你得有德 张飞看重的是 你这个人品 你人品好 再有能力 我就真的 对你没说的 你对吧 这张飞 特别看重人品 那当然了 张飞对这个 下人不好 他认为 好多人做事 做不好 就是因为 他不想好好做 现实中 这种领导 其实挺讨厌的 兄弟们 如果你要碰见张飞 这样的领导 其实你挺讨厌 懂吧 但是你如果是 张飞的领导 手底下有张飞 这样的人 你会觉得真好 兄弟们 你会觉得 哇操 我手里也有个张飞 对吧 当然了 最好的是赵云 最好的 关张赵都很好 赵云是最好 又听话 能力又强 当然是演绎 当然是演绎 真正的攻城 列地 列地还得是 关羽张飞这种人 尤其是张飞 当然了 咱们先不扯这个事 刘关张说完了 刘关张都 对吧 各自命运 都是在性格当中 都说清楚了吧 张飞后来 范江张达 因为仇办军饷不利 包括这个 就是丧服不利 最终把张飞杀了 把张飞杀了 提着头 提着头去见了孙权 那这个范江张达 咱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范江张达 他死在自己的性格上了 范江张达 是不是不想好好干活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 在演绎当中 他俩也确实是 没不想好好干活 但确实是有点难 但是他俩呢就比较耿直 他俩就比较耿直 那这个说话呢 是有艺术的 对吧 说话是有艺术的 而且张飞 说他俩办事不利 他可以想办法 找一个对吧 找一个地方 去求情 或者说是去 比如说跟 对吧 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是本部的兵吧 他没有办法 往上举报是吧 因为张飞本身地位非常高 但这个呢 他又没有办法 他不会说话 不会唠嗑 但凡他的口才 像什么李肃啊 王允啊 像这些人 对吧 你别想吕布就行啊 没有啥情商的啊 你像这些人 他俩也不至于 他俩呢就动歪心思了 把张飞杀了 投奔东吴 你哪怕 你把张飞杀了 你投奔魏国呀 对吧 你投奔东吴 那就 后来这两个人被孙权 送回至这个 送回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刘备这边 结果被张包 手刃仇人 你说他俩 他俩卖主 对吧 他俩 他俩不算求荣 但他俩背叛自己的主 主公 也背叛自己的长官 最终的下场 也是可想而知 也是可想而知的 然后 没玩过吞噬天地 我只 对吧 我只玩过三国之二 那个 那个街机 然后呢 再就是什么呢 再就是我说 咱们第四个人物啊 主角是谁 诸葛亮 对吧 你看那个三国演义 电视剧呀 就是 刘关章 诸葛操操 对吧 咱们先说诸葛 诸葛亮呢 他还是从第27集 第26集就提到这个人 27集呢 对吧 咱们先是回马 见诸葛 然后呢 对吧 三顾茅庐 可以用了诸葛出山 对吧 诸葛出山第一攻 火烧伯旺 火烧心野 蛇战 邪名渡江 蛇战群儒 然后呢 咱就开始到这边来 什么诸葛 诸葛 诸葛 七星潭 诸葛 诸葛 什么草串 借鉴 等等的 当然这是演绎嘛 咱们就说演绎 演绎是教你这个做人的性格 和他命运捆绑的问题 那诸葛亮呢 50来岁啊 50冒头就死了 对吧 他活的 对吧 应该说是 没怎么活 好 怎么杀死他 把他 把他打死之后呢 咱们选择AB 他会练一个挑衅的 那种类型的姿势 对吧 你把他打死之后呢 练一个挑衅的姿势 这样的话会周详 这个夏侯渊 夏侯 夏侯敦是比夏侯渊要年长 好 翻天斩 然后跑到前面去点一个AB 不用点啊 那是二代 对不起 那是 那不是 那是那个 寻寻用骂 这个不需要 这只要用夏侯敦打死就可以 这样的话 双夏侯周详 然后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诸葛亮呢 就是这个人呢 他能力太强 导致他有点不太相信人 他之所以能坐顶尖的 这个谋略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和这个专门搞后勤的发展战略的这种 开发的这种 对吧 这种这种这种综合性人才 他牛是牛 但他有个缺点 他就是不会识人 也不太会用人 更不相信一些人 你看 他当不了大领导 他当不了这个角色 就超级角色的 为什么呢 你看 刘备用人就明显比诸葛亮会用人 刘备是天生的领导 天生人家无论是全魔术 还是帝王之术都很厉害 而这个诸葛亮就不行 用人方面差一点 而且他不相信很多人的能力 因为他能力很强 他就觉得很多人就不如他 那不如他 那还不如我自己做 忠心是忠心 后来呢 所有事都势必攻心 以导致身体不好 早早的呢 就病逝 对吧 古藏元 不就这么一句话吗 火熄上方鼓 秋风古藏元 这个朱葛亮最后呢 死在了在北伐的战场上 在六出七山的时候 输给了自己一生的这个对手 四马一 应该说呢 他没有赢 当然呢 也可以说他没有输 总体来讲呢 战争是残酷的啊 诸葛亮呢 有他自己的这个 人生的理想和规划 可是呢 最终呢 也没有达到 诸葛亮呢 算是一个悲剧的英雄啊 这个最终呢 也没有实现人生理想 但是呢 他去努力了啊 这也是值得尊敬 并且呢 对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诸葛亮是忠臣中的典范中的典范啊 这绝对是不亚于桃源结义的 好 我们不多说 那诸葛亮是这么回事 咱们再看曹操 曹操这个人啊 咱们看看曹操 最开始呢 这把屠龙少年 也曾想过 匡扶汉士 对吧 刺杀吕布 后来呢 他这个人也聪明 刺杀吕布之后呢 对吧 逃走之后啊 这个父姓皇甫 皇甫啊 这个叫 对吧 皇甫是吧 然后呢 就被这个 被这个陈公抓了 被陈公抓了之后 陈公这个人呢 也很好 陈公这个人呢 好好的限令啊 哥现在来讲 一线之掌 很大了 好好的限令 他不做 他干什么呢 对吧 他跟着一个投犯 跟着一个朝廷通缉的 投犯去创业去 这个陈公也是很有理想 但是他跟那个曹操 对吧 创业 在途中呢 路过了吕波舍家 咱们看那个新三国和老三国 都有这段 新三国呢 就比较逗了啊 咱就不说了 老三国呢 这一段呢 对吧 魔刀霍霍 这个曹操呢 这个人呢 天性多疑 你想想 你想想 一个逃犯 一个逃犯 铝波舍见到这个曹操 第一句话说的什么 第一句话说的什么 说哎呀 这个对吧 阿满 你是阿满啊 你赶紧来 对吧 你还好吗 对吧 对吧 现在这个 这个都在通缉你呢 不过不要紧 不过不要紧 你再装上好生歇息 我到对吧 我到这个 我去出去买采购点东西 回来买点好酒 咱爷俩好好喝一喝 这个铝波舍是好人 而且呢 他也是做的好事 他做的也是好事 但是如果曹操不是逃犯的话 刺杀董卢啊 刺杀董卢啊 我说错了 刺杀董卢啊 我这怎么说错了 然后呢 这个 如果他不是一个逃犯 你比如说你去你隔壁啊 叔父家 去你隔壁这个 啊 这个就是这个 好 曹操 想这样也来了 看板见 你去你隔壁的这个 比如说你爸的战友吧 或者你爸的那个发小 你说熟啊 我正好路过啊 对吧 你看我做黑龙江 我跑到大连来了 咱你俩喝点 我这一阵也不打警戏 啊 对吧 那你这个 你爸最好的 从小你就叫熟 啊 你爸怎么样啊 身体啊 我爸 你还行 你在这 给家里好 待会儿休息休息 刚刚下火车是吧 睡一觉 晚上我给你买点海鲜 再整点那个 对吧 精药 洗扎皮 再不咱俩 爷俩喝点白的 我就给你整点那个 茅台 整点五粮叶啥的 你休息休息 我现在马上去给你买菜去啊 让你省给你做 一点毛病没有 一点毛病没有 但是呢 这个如果这个对吧 这个曹操去 悬赏曹操的人头 可是风半户猴 就不少钱呢 而且呢 对吧 窝藏 这个囚犯 你也知道 那是死罪 跟这个犯人同罪 那连累我怎么办 所以说曹操 他就怀疑 曹操这个人 他就多疑 所以说呢 就卡卡 就看着有人磨刀 他就把人给杀了 杀完之后呢 看着吕伯舍 对吧 吕伯舍 骑个小 骑个小马 小毛铃 对吧 拿个小灯肉 拎着一坛好酒 开开心心 勾勾兴兴的 回来啊 全家被杀了 不知道 这时候你说曹操走了 多好啊 这时候曹操说 曹操看着吕伯舍 赶紧绕走 七三国里面 这一段是啥呢 这个马不走了啊 就这就编剧 那强行加戏 强行就为了 这这这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能理解我说的啊 但是呢 咱就说啊 你正常的话 你这把你走了 一走了之 你就说不知道啊 我有事 我就赶紧走了啊 不是官府来杀我了 不是有山贼来了 对吧 是吧 咱就说难听点的 你就蒙骗不行吗 对不对 结果呢 他把李摩舍也杀了 说出了那一句名言 叫做 宁叫我赴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赴我 这陈公一看 你这个人不行 一个人品不好 你这个人品不好 曹操这个人呢 首先他是一个人 其次他是一个坏人 那他更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后来呢 三分天下有其一 这个曹操 也是整个当中势力最强的 战胜了自己的发小元少 对吧 北征乌环 统一北方 虽然说最终有很多遗憾 没有完成 但是呢 曹操确实是奠定了这个 对吧 魏晋的这个势力啊 对吧 哎 但是说最终被司马家夺了 这个大权 然后进朝啊 但是呢 情况又是这么个情况 啊对不对 然后呢 这就是我说的啊 这就是我说的 这曹操的性格 那么曹操怎么死的 很多人说 曹操病死的 曹操怎么死的啊 曹操怎么死的 曹操 他是病死的啊 很多人说演绎当中 是那个华陀啊 当然证实当中不是 咱说曹操呢 其实呢 他一生当中 他最伟大的理想 最开始说自己 要当一个征锡将军 后来又改口了 说我愿意做周文王 对吧 我愿做周文王 但是他儿子不孝顺啊 他儿子呢 他不孝顺 他儿子说 对吧 你对吧 封你为魏武王 我是魏文王 魏文帝 那当然我儿子是魏明帝啊 我就不说了啊 这里面呢 你想做文王 不好意思不给你啊 而且曹操在争夺皇位的时候 你看跟曹操玩心眼 曹操这个人猜高八抖 但是玩心眼 玩不过曹操 这个曹操确实是 人说不来话 少曹操 没什么好说的 你看 那这个曹操 继承人选的对不对呢 倒是对了 倒没问题 但是呢 你看他 打不过诸葛亮 打不过刘备 在汉中争夺弹的时候 输得很惨 他的性格有问题 是吧 他这个多疑 对吧 这个杨修不说吗 说如果论这个兵法 论这个带兵打仗 是吧 成像不弱于刘备和诸葛 但是呢 刘备和诸葛呢 对吧 他俩性格好 这个曹操他多疑 这个用兵大击 对吧 这个杨修看得很明白 外加什么呢 外加你看 势必之战 咱就不说了 曹操也很狂 横朔故事 那个时候他已经飘了 我兄弟们 很多人觉得曹操傻 很多人觉得董卓傻 其实我告诉你们 那不是 那是因为他们是 当时是他们的那个位置 他们看到的 就是那些东西 他们体会到的 就是那些东西 你你我告诉你 你如果你是他们 就现在让你穿越回去 你是他们 你做的未必有人就好 你当时就飘了 现在很多人说 说哎 如果我就问大家伙 如果你们现在中了 中了两个亿的奖金 对吧 真的合法的啊 中了两个亿 你现在有两个亿了 你应该怎么办 对吧 我告诉你 你一定你就 这个人就飘了 你这个人就不知道 咋玩了 你会很悲惨的 你会很痛苦的 是吧 我不告诉你 很多人说 那你又没得到啊 你会怎么说啊 其实这个是一样的 这东西来的太快啊 这真的真的是 你想想 你可能现在学的 如果我有钱 我肯定不会这样 我也不搞什么投资 我就放银行里吃利息 我都够花 你说是那么说 人就是永远 想得到自己 没有得到的东西 对吧 你得到了这个钱之后 你就想得到的更多 对吧 到时候你再 你懂的 那你懂我意思吧 好 方天画戟 这里边呢 其实如果杀掉 礼部的话 对吧 你可以得到方天画戟 如果你不杀 可以得到他的降降啊 这降降也是有点东西的啊 是不是 然后再就是什么呢 再就是我跟大家会儿讲的 这个 曹操 然后呢 曹操在这个合肥之战当中呢 应该因为说是 孙权先挑的事 后来呢 也是因为孙权求和 所以说呢 那场战争呢 没有胜负 后来张辽呢 一辈子守在那儿啊 给孙权打逼了 后来呢 曹操呢 这个 自己得了投风 演绎当中呢 是因为他怀疑这个 画画陀啊 要为关羽报仇 咱们先别说啊 这个不要考虑这个剧情的 这个真实性 或者说是合理性 比如说啊 那个时候如果做脑外科手术 纯属扯奴子啊 咱们就假设画陀 确实是 这个真事啊 确实是这个功能可以 有几率成功 但是呢 事实上咱就说啊 那曹操 确实也是多疑 他觉得他要为关羊 为关羽报仇嘛 对啊 那这就是一个 啊这是曹操 孙玄呢 孙玄 那人数外号 对吧 这个孙十万 但是呢 除了在张辽这一块呢 他确实丢人了 剩下所有的地方呢 做的都是一个优秀的主攻 在所有主攻当中 比如说孙玄 什么袁绍啊 对吧 什么曹操刘备 乱马七糟的 都包括在内 孙玄的性格和他的能力 都是非常强的 很强很强 要不然有这么一句话 说生死当如孙众某 什么意思啊 生死当如孙众某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妈的 我儿子就是孙众某啊 好 感谢怀旧哥 偷袭 一手大飞机 以为我看不到啊 以为我看不到啊 但是偷袭 好 感谢怀旧哥双飞啊 今天晚上啊 好 当然能跟大家说讲一下 就是说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孙玄是怎么死的 孙玄最后啊 老了之后 因为孙玄也东吴大帝也是活了这个八十多岁啊 这是 他也是排进了这个中国皇帝当中 中国皇帝当中年龄排到前十的这么一个皇帝 第一的皇帝是叫萧衍 不叫什么 我忘了 还是什么的啊 是梁武帝也是啥呀 我忘了 活了103岁啊 这官方记载活103 我到现在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春秋一的啊 但是就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很多活90多的啊 包括还有88的 比如说大家会都知道的十全老人啊 你像那个什么乾隆 是吧 但是呢 咱就说这个意思啊 人一到老呢 确实容易犯糊涂 兄弟们啊 确实容易犯糊涂 你比如说孙权 孙权一辈子英精明啊 他作为对吧 这个第三代领导者啊 孙坚孙策到他 他的一辈子不容易啊 不像大家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 他确实太苦了 太难了 你只是觉得三国里面没有他什么太多的故事 但确实他为了平衡左右的势力 还有江东的四大家族 他做出了非常对吧 大的牺牲 这一辈子都在对吧 都在这一地方在找 后来呢 他犯错误是因为他的继承人的问题 他老了 在继承人方面上犯错误 他太过于追求制衡和完美 你看三国三国沙的卡台里制衡 对吧 这个太太想要完美 结果呢 这个孙世万 最终呢 在选继承人方面上 给吴国留下了非常严重的隐患 对吧 结果在留下这个继承人 吴主啊 这个叫孙亮 这个孙亮呢 就不行 就被这个孙琛给废了 但是孙琛之前呢 诸葛锦的儿子 诸葛克 关拜太父 应该说在地位方面上 也是全情朝野 后来呢 这个诸葛 对吧 这个诸葛克呢 这个人呢 也是很有能力 缺点呢 这个性格不好 刚愎自用 诸葛克这个人呢 就不说了啊 咱谈不上 也是自己作的 诸葛克呢 最终呢 兵败 然后呢 回来之后呢 又被孙琛和孙琛杀掉 孙琛杀掉这个 对吧 杀掉他之后呢 他又死 对吧 孙琛就死了 孙琛哥哥死了 弟弟呢 掌握大权 孙琛 对吧 废对吧 废无主孙亮 然后呢 把孙修府上 孙修呢 这个确实很厉害 当然了 孙修这个人短命啊 就跟魏国的某些皇帝一样 就跟东吴的大都督一样 也短命 所以说在继承人方面上 没弄好 以导致 对吧 以导致啊 这太子方面上没选好 所以说孙璇 在这一方面 彻底的把吴国啊 这个基础啊 给打没了 这边这是孙璇 还有谁啊 兄弟们 你咱就说一开始说 对吧 董卓 董卓兄弟们啊 很多人说董卓 董卓一把好牌 结果打瞎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跟你大伙说的 董卓跟袁树什么的啊 跟袁绍啥的 都是挺像 他们性格有明显的缺点 但是他们有缺点 不代表他们没有能力 可能说啊 什么刘章暗若无能 刘表 华而不实 这些人的能力 你们没看见 他确实是 啊 在性格上缺点很大 但是他们的能力是有的 比如说 你像咱们说董卓 董卓这个人 老夫舍马 对吧 为了这个在朝中 对吧 巩固自己的这个政权 对吧 人家就把这个 分配的挺好 最开始在洛阳的时候 毕宫毕教 啊 对吧 该搞事情搞事情 后来回长安之后呢 搞这个血腥统治 然后呢 也对吧 也会有自己的谋略 只不过后来呢 太第一是太想当皇帝 啊 在演艺当中呢 又是对吧 有这个交缠和 吕布这个 这个 这个 凤一婷这个故事 啊 王司徒 巧使连环记 对吧 这个交缠搞事情了 对吧 这个 这个 所以说 你看 你看这个演艺里面 楼冠中描写的 这个 这个董卓 他这个人呢 就是什么呢 他 他总想得到 得不到的东西 他就是觉得 得不到东西 就是好的 无论是权力 还是女人 对吧 他都是有 这方面的描写 所以说 大家说啊 这个叫权和色 那就是说这个欲望 这个东西 老子曾经说过 这么一句话啊 说穷 什么是穷 兄弟们 什么是穷 穷 就是因为你的欲望 太高了 你的欲望高 所以说 欲望多 你就穷 对吧 这个 对吧 这个 这个 包括元术 也是 也想成立 对吧 优点是老当意状 董卓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 董卓这个人 也是 也是 你想啊 你想赌卓 你看啊 吕布 提着自己 义父的头 往帖一扔 往帖一跪 对吧 我吕布 飘零拜生 是吧 只恨位于民主 今拜 董公为义父 他刚刚 把自己的义父杀了 然后马上就 拜赌卓为义父 正常人 你都应该想啊 你他妈的 是不是 他妈的 你要说你投号我 我也就算了 你找个理由 你说这个丁源欺负你了 或者说丁源就是坑你 或者丁源骗过你 或者怎么的 反正总 你杀他就有个名头吧 对吧 你杀他就是因为投号我 因为他是我的敌人 对吧 像我这么表忠心 那你让我当你的义父 那到时候有人再来 有人再来 比我强了 然后你拜他当义父吧 那比如说王允 对吧 你后来你 对吧 你当女婿了 你真是 这个董卓正常人 一般都是 你不会那么轻易的 相信这个人呢 你把吕布招过来 要打仗 你就用他打仗 对吧 你没有必要说 跟他那么亲近 而且你亲近就算了 你像这个李卢这个人啊 应该说在智力方面上 应该是顶尖的谋士了 也是很多三国演艺当中的 未解之谜 说这个李卢 在董卓死之前就消失了 这个人哪去了 这个演艺 那个电视剧里面 写的很清楚啊 那个杨修的扮演者啊 也是大宅门里面 那个白家二爷 对吧 那个那个演员 演技非常好 一眼一说啊 我等皆要死于妇人之手了 就丢缠嘛 对吧啊 这个李卢呢 就就就很很会懂话语术 他跟董卓讲 他说他就拿这个 当年楚王的这个故事讲 说夜宴群臣 对吧 这个王后呢 这个这个对吧 这个王后呢 就就说啥啊 说这个这个天 就突然啊 就是灯灭了 灭了之后呢 这个王后呢 被人侵犯了 被人就是占便宜了 开游了 开游之后呢 他就慌乱之中呢 抓起了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 一个身上的一个一个视频 说只要把帽子一摘 就能看到 就是就谁抓的 这个楚王呢 就很聪明 他就说 哎 那把所有人这个东西 都摘了下来撇掉 然后咱们再开灯 哎 咱们再开灯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人呢 他就誓死以报这个楚王 然后这个 后来呢 这个楚对吧 这个 这个楚王呢 就被秦军所困 我忘了是哪个 反正故事是这么讲的啊 后来呢 是这个就当初这个 这个开游的这个人 对吧 拼死以报 啊 拼死以报 就就就就 就救了这个 救他 所以说他的想 他用的话语 说在跟你讲道理 李卢很聪明啊 他在跟你讲道理 他不是说 哎 你要听我的 那这个 那个 那个谁 貂蝉 不是好人 对吧 你要吕布 你你你把你媳妇给他 对吧 他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说你主公啊 格局啊 格局啊 要成大事啊 女人算 你看人刘备啊 当时那时候 他也不认识刘备啊 好 来看看七星灯 他这么说 他说你看人刘备 对吧 你看人刘备 你说你看人刘备 人家对吧 人家媳妇 当然那时候刘备 他也不知道刘备 丢媳妇这个事啊 咱就说这个意思 说你成大事 对吧 你说你一个侍妾啊 一个歌迹 你给吕布 我吕布不以誓死以报 对吧 你懂我意思吧 董卓 袁绍呢 这个人也是 袁绍呢 也是有很多高光时刻 最开始呢 跟着何进 他是士族一方 何进呢 是外戚 对吧 然后还石长士是宦官 后来何进 被石长士诛杀 石长士呢 又被这帮人整死 然后呢 这个 叫的这个董卓入京 带兵入京 诛杀这个 这个石长士 结果呢 董卓来了 瞬间就罢住了朝刚 这董卓是 对吧 按理说董卓嘛 对吧 也是西北人 也彪悍 也确实能打仗 有能力 把董卓叫来了 这个袁绍呢 跟董卓对着干 对吧 对着干之后呢 袁绍说 我真在对着干 我现在跟人干也干不了啊 对吧 我赶紧回北方吧 回渤海吧 给渤海发展挺好的 把公司战一灭 统一北方 跟这个乌环啊 什么他关系不错 跟曹操大战 他是怎么失败的呢 东 哎 这个袁绍这个人嘛 他当了这个 陶董的盟主 也好 还是当了北方最强大的军阀也好 他甚至还想另立皇帝 可是呢 这个袁绍呢 这个人呢 就是自己想什么东西 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 或者说是他自己 所有人听的话 他没有办法做出决策 他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 很多人说 我要是袁绍 我肯定怎么怎么立 那你是看的 你上帝是角了 那你 对吧 你是看了故事 走向了 你哪知道 你说他是终身 你知道谁是终身 你们现在很多公司创业 你知道哪一个手底下的人 是是是 对吧 是是对你好的 你知道哪个人的说法是对的 就好比现在 你说你要学习 学习都没错吧 你要学习 你知道你自己学的知识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对吧 你适合学习什么呀 你学习数理化 还是学文学 还是学心理学 你看书 好 看什么 看后黑学 看心理学 还是看医学 你全看 你有时间看了吗 没有啊 你喜欢看什么 就看什么 那就是了 那你不适合这个怎么办 因为你是个领导者 你是一个野心家 你是要成大师的人 你哪知道你什么事 是正确的 当然后来的 这演绎当中呢 这个人呢 也是 那家里 他是一个好父亲吗 他儿子生病了 我最小的儿子生病了 你打仗 打个屁 那什么打草草 跟我没关系 那你说你不打 你派一员大将去争讨 行不行 不行 也不信任 反正怎么多都不对 现在什么事 就好比现在 我老人今天晚上要直播 对吧 突然我老人心态心情不好 我要出去喝酒 哎 你喝酒行 你把直播播了 你如果不直播 你跟大伙请个假 或者说你跟大伙说一下 我不播了 或者说你找个人带播 或者说怎么样 不带 我这么想干啥干啥 我就要喝酒 我 我酒 对吧 我让我去播一播 我好 我播个大马吧 我播 我播完也没有礼物 对吧 也没有飞机火箭的 那不播了 就有火箭 有我喝酒重要吗 没有 没有重要吧 所以说 第一也是任性 第二呢 格局小 或者说格级太大了 想一出是一出 然后呢 这个什么 对吧 谋而不断 什么 择而不取 什么乱马气糟 那个什么 实胜实败论 之类的 袁绍 在这 所以你会发现 他每一个人 他的结局 当然也有好结局的 比如说你像魏国 有些好结局的人 当然 比如说像司马氏 司马 司马仪 相当于好结局 司马昭 这都是好结局 你像这个 你像这个 贾许 贾大 后来呢 也开辅当了成像 魏国有两个成像 一个是贾许 一个是司马 这个 当然司马后来被夺权 夺权之后呢 又被重新 因司马后来官拜太父 但是没有实权 但是在高屏林正面当中呢 大败曹爽 应该是把曹爽 拿捏得很清楚啊 POA了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司马和贾许 也是活得明白 他的结局 他的命运 是跟他的性格有关 贾许 一生不云争斗 贾许这个人呢 说白了 也出一些各种各样的主意 无论是对张秀 还是对曹操 还是对曹丕 还是对这个 李绝和郭四 等等 所以说贾许也是聪明人 那他的结局是好结局 就是因为他性格 他这个人做人做事 王允 咱们看 王允乔使联欢记 这个人情商高 智商也高 而且呢 忍辱负重 还会说话 说话唠嗑都行 做事呢 都是有计划的 并且识人准确 但是呢 他也犯了跟人 很多人一样的毛病 就是当他夺取到权力的时候 手底下有吕布 有各种士族捧他 他位列三公 对吧 卫列三公相当于司徒 那么王允这个人呢 就非常惨 在李绝和郭四这块呢 他居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以导致呢 把兵败身亡 害得吕布都在跑 所以说这是这个路子 王允呢 死也是死在了 当他得到了权力 当他得到了的时候 他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懂吗 这就叫 紫园身在 死山中 就当你 当你真 到那个情况了 就再见了 好 最后呢 也是感谢我们 中国保岛台湾的玩家 给大家表演的这么一个精彩实际 过程呢 其实没什么太大重要的 全武器八强尿 如果加上吕布 然后呢 这个 以后呢 还会出这个白兔密室的 告诉大家怎么进 在片尾最后呢 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 可以点击屏谱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 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